今天我們會討論一些全新的Mac Quesnoma的更新 這是最近Apple的WC中 說它將會在大概秋天的時段 正式發佈的一個全新的Mac軟件 不過假設你想現在直接下載這個軟件 你可以直接去你的Mac的設定中 裡面有一個選擇讓你下載一個未來的版本 一個試用版的Mac Quesnoma 我之前也拍過一條關於iOS和WatchOS10的影片 我甚至拍了一條關於Apple Vision Pro的一個介紹 以及一些我覺得挺有趣的功能 所以大家想看回我剛剛上述的三條影片的話 都是歡迎大家在我的頻道裡面看回 今次Mac Quesnoma我不會說出了特別多的功能 不過這些功能又假設你正式使用的話 它帶給你的感受其實都相當之大 第一個更新就是一個全新的Screen Saver 以往你的Mac 假設你的Mac不用 你就這樣放在那裡 它就會預設給你一些動畫 不過現在它就可以展示一些不同城市的風景 而其中一個我記得在Apple Event裡面看到的 就是香港 它會展示香港的維多利亞港 假設你把它放在你的Mac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iPhone和iPad一直以來有的功能 而Mac到現在就有了 那就是一些Widget在你的主畫面上面 那以往Widget只可以顯示在你的控制中心裡面 不過現在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拖去你的desktop上面 即是你可以放在你的相片 你的天氣 你的一些備忘錄之類的那些 那以往你只可以把一些文件 放在你的桌面上面 那現在我也很高興它終於支援Widget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你在iPhone上面的Widget 它都會同步在你的Mac上面 什麼意思呢 假設你是一個iPhone的Tesla用家 而假設你在你的主畫面上面 有一個Tesla的Widget的話 你在你的Mac上面 你不需要分開下載Tesla的Mac的App 它是可以直接把你iPhone的版本 1比1這樣 copy回到你的desktop上面 基本上你無論在哪一個裝置 它都會顯示同一件事 感覺上是一個很方便的一個銜接的系統 我會說 那當你開了一個Mac的App 或者視窗 又或者你在用Stage Manager那時候 你的desktop上面的Widget 它會自己變暗 即是它會變淡 那你就可以完全完全集中你做的那件事 而且它也做了一些關於你視像會議的一些更新 我想現在疫情都開始慢慢會和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未必好像以前那樣 用回以下這些功能 不過我都會照說的 其中一個例子 假設你在開一個Zoom Meeting Share Screen的那個主角 它是可以將它自己的人 放在他Share那個屏幕的前面 即是可以在同一個畫面裡面 看到Share Screen的那個人 和他所Share的那樣東西 那假設你想大家同時兼顧到你的樣子 和你Share的那樣東西的話 兩者是可以同時集中在同一個界面裡面 所以那些人就會一望 就會同時看到這兩樣東西 即是你可以直接把你所Share的東西 直接放在你的身後面 你可以直接把你自己的樣子 放在這個Share Screen裡面 以一個圓圈去顯示 以及你甚至可以直接用你的手勢去給反應 即是假設我可能放一個thumbs up的手勢的話 那這部Mac就會根據你所給的手勢 而去做出一些視覺的效果 即是例如它會即場地給心心 給一些七彩紫碎、煙花等等 那就可以充分地表達你想表達的心情 而且當你視像通話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按一個按鈕 你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直接把你目前看到的東西 直接放在Share Screen的介面裡面 那去年MacQuest和Apple都發佈了 你可以把你的iPhone 自己變成你的Mac的Webcam 而現在你可以直接去控制整個畫面的構圖 即是例如你可以直接把你Facetime的畫面 變得闊一點 你可以永遠確保 你在整個介面裡面的正中心 還有它們都加快了Safari的搜尋功能 即是你只要很快地打出一些關鍵字的話 它就會以更高的速度去顯示你想找的東西 還有它都會以一個更加順眼 更加易讀的方式去顯示 還有你都可以在Safari裡面 設定不同的瀏覽主題 那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分開你的工作 以及個人不同的相關內容 它就會智能地根據你目前的狀態 即是假設你在做事 你想開一個做事的Safari介面 而假設你有自己的MeTime的話 你都可以設定一個指限你自己的 MeTime的Safari網站的一個分頁 令到你很簡單就找到你在那個狀態之下 你想去的網站 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把你在Safari裡面的一些網上的網址 就直接把它變成一個APP 即是例如Pinterest 它在Mac上面沒有一個獨立的APP 不過你可以上網去打Pinterest.com 你可以把原本是一個在Safari上面的網址 直接變成一個在你Mac上面的一個獨立的應用程式 它都會即時在這部Mac上面發送通知 相信大家可能某些情況下 你都會跟別人分享一個網站的密碼 你現在就可以開一個密碼群組 你可以選擇一組你想分享的username和Password 直接直接分享給你想分享的對象 那就變相對方就有權限去用回你平時用的密碼 用回你平時用的username 以及假設大家在Safari上面都會用這個私密瀏覽模式的話 它就會更加安全了 假設你走開了 而你那個無痕模式開了的話 它就可以自己去鎖回那個視窗 假設有人經過的話 它都不會知道你在上哪些網站 還有一個就是在MacOS和iPadOS共用的功能 它現在就有一個叫做自動填寫的功能 假設你在一張PDF裡面 你的Mac或者iPad detect到這個是一張form 你是要填的 因為其實你的裝置 它已經有你自己個人的資料 例如你的名字 你的生日 你不同的email 不同的地址 你只需要按一個按鈕 它就會幫你自動填寫的那張form 即是你是不需要故意去逐個逐個打回你的名字 你的地址 那些 因為本身你的Mac和iPad 本身已經有你自己的資料在裡面 所以你是可以很方便地做到這件事 而且也會節省很多很多時間 還有Apple今次在WWDC都強調了 的一件事就是在Mac上面打機 其實我覺得到現在在Mac上面打機 這件事都不是說十分之現實 即是一些比較大型的遊戲 它都未必會遠遠全全的適配Mac它本身的系統 不過現在Apple都強調 有更多都幾普遍的遊戲都開始支援Mac 還有在你Mac上面你可以調一個叫做遊戲模式 那現在你的Mac就會自動去適配你的CPU和GPU它的用量 還有假設你用開你的AirPod去打機的話 而我都包括在內 現在你在你的AirPod和Mac之間打機 中間的延遲是會減低了 那體驗亦都會更加好 我覺得還有一些就是一些私隱和安全的更新 假設你收到一些比較敏感的影片和相片的話 你的Mac就會 我想我不知道怎樣偵測 它可能會自己打開那張照片 然後用AI detect 假設你那張照片或者那條片是比較敏感的話 它就會在你打開那張照片之前 就會彈出一個介面 提你這張照片或者這條片 它裡面就包含一些比較敏感的成份 你會不會想看呢 它至少都會跟你說聲 你不會突然打開那張照片 你就會看到一些你不想看到的東西 還有一些很多不同的功能 很多都還未說的 例如一些相片的更新 一些家居更新 一些我之前提過的iOS和watchOS的更新 大部分的功能它都會支援在MacOS Sonoma上面 MacOS Sonoma都支援以下的裝置 你會看到它支援的機型都是近幾年所推出的Mac 我想最早都已經去到2017年了 不過大家要留意的一件事 我剛剛上述的功能 有一部分是只支援M1和M2的Mac 而Intel它未必是支援到 而且你會發覺自從M1的晶片出來之後 Intel的一些功能 至少Intel的Mac Apple都已經沒有將它們放在First Priority 所以根據你用什麼 可能有些功能去指援M1和M2的Mac 而Intel的Mac可能就未必做得到 所以假設如果大家有預算的話 可能都建議你由你的Intel的Mac 去升級到一部真正Apple Silicon的Mac 那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一部份MacOS Sonoma的一些全新的更新 不知道大家在這麼多的更新中 大家最期待的是哪一個軟件的更新呢 大家最期待到底是iOS、iPadOS、WatchOS、MacOS 到底哪一件事都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按like、記得subscribe、記得按鈴鐺 那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